当地时间25号 日本准航母加赫号进行海事的最新照片曝光 与此同时 日本还计划化海圈地 单方面决定将一片1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化为大陆架 日本海洋战略持续扩张 加赫号与其姊妹舰出云号同属于出云级 满载排水量高达26000吨 是目前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 由于其采用了与航空母舰类似的直通式甲板 能够同时起降多架直升机 因此一直被外界称为直升机航母或准航母 从2020年开始 防卫省启动了对出云号与加赫号进行航母化改装的工作 目的是使这两艘舰艇能够搭载F-35B垂直起降战机 为配合出云级改装 日本自卫队计划从美国采购总共42架F-35B战机 其中首批6架将于2024年交付 部署到日本西部宫崎县的新田园基地 据悉 出云号与加赫号的航母化改装工作 将分阶段实施 全部工作计划于2028年3月底之前完成 日本扩张性的海洋战略不仅体现在部署吨位更大 进攻性更强的武器装备上 当地时间12月22号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将小丽园群岛以东一片总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划定为日本的大陆架 该群岛也是第二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 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 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此次被划定为日本大陆架的海域矿产资源丰富 尤其是新能源生产所需的骨和镍储量巨大 事实上 海底资源已经成为日本推动扩张性海洋战略的重要推动力 据日媒报道 日本最早将会从2024年开始在小丽园群岛中的南鸟岛周边海域开采海底稀土 据推测 该岛周边海底储藏的稀土可供日本使用数百年